苏库2018-2018 圣诞八色限量棉维盘 嘿嘿 不闹了 这个外包装用了非常好看的宝石设计 然后呢 壳子也是指纹搜集器 看一下里面 是可以当作两个四色盘来摊的 左面四块和右面四块 那我今天的上妆试色理念也是根据这个而来的 大盘子的玩法还是很多啦 大家随意 第一个色 黄色的珠光色 这个色的用法我其实是后来才get到 到时候后话我们再说 第二个色是一个银白色的亮片 这个灯光呢 不太显亮片 太阳下会比较好看一点 第三个色 这个绿色的珠光色 我认为这盘眼影里面这个色算是一块主色吧 围绕这个颜色可以多玩一玩 还是蛮漂亮的 第四个色实在是比较差劲 是一个哑光的棕色 非常干 然后又 patchy 这就是前面的四个色 后面四块 第一块是一个粉色的珠光色 第二块呢 是一个打底的颜色 是算是绸缎的光色吧 基本没有存在感 第三个色是一个橘色 珠光的 第四个色的质地非常的好 这四个色的话 应该相信大部分女孩子都会比较喜欢的 我们看一下整个的湿色 这个左下的这块黄色呢 我是湿色的时候没有擦干净 带了一点粉色 它本身自身是不带这个粉色的偏光的 右面四个色的上眼效果 我这个显色度是打了底的 并且呢 也上了好几层吧 就是日系的显色效果的话 想到这个程度 可能是必要的 另外的话就是 我没有用除了这盘以外的其他颜色 这个加深的部分都是用的那块棕色 效果不是特别好 然后另外呢 由于它这个棕色是这盘的最深颜色 没有再深的了 所以这个烟熏的效果 可能也不会有那么的深邃 这块默绿色呢 还是很漂亮的 有机会的话就会多玩一玩 左边的四个色呢 是比较常规的粉色和橘色 比较日常 然后可玩度呢 没有用面那么高 我在这个上面有搭配了 之前的那一块绿色 这样组合也是蛮好看的哦 然后呢 我说的之前那块黄色的用法 它单擦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 但是把它叠加在那个绿色上面 就会有一点点闪和反光 是非常美的 就是这张图片可能显示的不太好 但是有那个感觉 大家体会一下 总的来说呢 除了那块棕色以外 整盘眼影的粉质是说的过去的 配色没有很惊艳 但是比较常规也比较实用 总之这牌的话 就是当做一个收限量的心态 来买的话会比较好 记得擦防晒哦 再见 再见